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以前我做飲料店的時候 沒有想過我們會變成是這種 國際企業的品牌 後來我們去註冊商標 發現我們開店的隔一天 就有人註冊了 他有開店嗎 沒有啊 他沒有店他就註冊了那個 他就幫我們註冊下來 快去吧 姐姐請支援趕快先註冊 所以我們就只好打官司 把他要回來 白白花了三四百萬 就為了打這個註冊商標的官司 我應該算是真的 最可以理解一般要入場 一般要進場小資族的心態 因為我就是完全不懂 到現在覺得 喔原來這筆錢滾這麼多了 至少獲利是10 10到甚至可以到40啊 40 50 美股一樣就是從你喜歡的東西開始找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去逛街 逛街 你就逛街 你就去假設你幸運去逛進去 你每一個牌子 你喜歡這個牌子你就查 現在是中校中途給他逛一下 可以啊 好多鐵門都拉下來 那你就知道那些不能買 倒了就不行啦 拉下來的也是有話告訴你耶 對啊你就不要啊 那就表示大家不喜歡嘛 例如說女生喜歡金型包包 你可以去查LVMH 就是LV集團的 然後化妝品集團的 然後愛馬仕 酒也可以找 菸也可以找 菸也可以找 我最近買菸 因為你知道菸的股息配很好 跟第二點講的一樣就是 投資它未來會成長的公司 只是看美股可能跟我們的時間是相反的 因為美國時間是我們的半夜啊 那不是現在年輕人不都很晚睡嗎 很適合年輕人的方式是因為 公司你都認識 全部你都喜歡 它都在你下班後開盤 你可能到晚上3點還沒睡打開發現 喔還有賺錢就很開心然後就可以去睡了 那我教你們一招你們可以去試 因為你們剛剛說認真做功課 因為我其實沒有認真做功課 你知道大家那邊說會操別人的功課嗎 那我們就在想做操別人的功課 然後你可以去查那個 如果你是投資美股的話 有一個網站叫DataGrow 然後你去找一家公司叫做 就是巴菲克的功課 你去做巴菲克啦 然後就點開來 巴菲克最近賣了哪些股票 他最近賣了哪些股票 他最近賣了哪些股票 所以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接著喔 他自己賣了哪些股票 他人是真是好 這個人是這麼奇怪 他人是很多人 他得到那個人